西瓜美食,高烤补给鸡皮蛇 大家好,我是美味小哥小刘 又是一年一度的高烤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红烧猪蹄的做法 希望学子们都可以金榜提名 准备洗干净的猪蹄 然后把猪蹄稍微焯下水 冷水入锅 锅里倒入适量的料酒去腥味 水烧开后煮大概力气分钟左右 煮的时候不要盖锅盖 在煮的过程中切点葱姜蒜 准备的香料有香叶 红尖椒,桂皮,八角 剩下猪蹄煮得差不多了 捞出来后用清水多洗几遍 然后另拌水分 锅里倒入适量的油 放几块冰糖进去炒糖色 一边搅拌一边用铲子把冰糖敲碎 炒的时候用中小火 等冰糖炒到完全融化 颜色变成枣红色的时候 糖色就炒好了 千万不要把糖色炒过了 不然味道会发苦 然后把猪蹄倒入锅内 迅速的翻炒 猪蹄完全裹上糖色 加入料酒翻炒 再加入葱姜蒜和备好的香料 翻炒均匀 加入少量的酱油 适量的蚝油和生抽 加入水 盖上锅盖中小火 炖大约一个小时 加油 加油 你好厉害啊你啊 加油 加油 一个小时后 往锅里加入适量的盐和白糖 然后盖上锅盖 转大火收汁 最后煮到汤汁浓出的时候关火 这个红烧猪蹄就做好了 做出来色泽金黄诱人 肥而不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朋友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分享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